第一次的時候,董事長就環島 那時候我們就派了幾個人一度保護他 到了第二年的時候,我要帶ATING去環島 ATING能加一加的話,就有三十幾個人 三十幾個人要怎麼安全、怎麼弄 所以我們就在調了人 前面好像開始準備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要準備車子,準備什麼東西 就有工作人員 所以也透過ATING的時候,就把這些基本的過程做起來 本來只剩下騎車而已 因為ATING成員騎完以後,打開給他靠岡 很感動 我們這樣居然還可以騎完,怎麼怎麼樣子 而且騎完以後,他們覺得騎車太好了 所以回去以後,他們很多人回到公司裡面都要辦 他們辦的話跟我們講說 欸Pony啊,你上次來陪我們那些陪我們的人 可不可以借我們再用一次 哇,這個七、八個公司每個都跟我借 這個怎麼辦 我們都臨時票沒有 那乾脆就等他簡單讓你成立 因為特別的單位 這樣單位就成立起來 最先開始就在辦我們這些各公司的這樣的東西 辦完以後,別說別見 既然已經辦了以後 對不對 別人一樣,就能成立旅行社 真的 所以這樣子 打蛇隨棍上 對,所以 如果沒有那些機會的話 也就不會有 無心插流流程 對,而且 因為在那之後的話 那麼 因為到了我們要在全部總經理的環島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正式了 嗯,對 很正式了 他們就已經正式出來了 所以XP就已經完成了 在那之後很開始了 真的 電力太誇張了 真的 我們201環島 總是一條環島 其實以前我們開始把 騎車的地方帶到全世界區 因為我們可以走一當沒有騎車 如果騎登山車 騎車的車 騎車的車 都是騎一天一天的 沒有人會去騎個這樣 八天九天的環島 來一次以後 他們就很感動 這樣才叫做文化 我想回去以後 不管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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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人敢推 所以 這就是這樣 很有意義 真的 對 所以想把這個實證的東西在這邊 其實 這個十年呢 推得多的情況 也就是我們在這邊 從台灣 推進一張新文化的過程 過去 現在已經推到外面去了 因為那是我們在那邊去的 好 謝謝